都是地府惹的货 不讲牛道宝 本故事招冠名赞助 有一辙加微信详谈 第一章 小舅子驾到 范畴怀揣着十亿元巨款 行色匆匆的走到了十字路口 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他要在这里做一笔交易 对他很重要的交易 夜已经很深了 可路上还是有三三两两的人 各自低头忙碌着 范畴皱了皱眉 不行 这里人太多 不太安全 他把怀中的巨款往里塞了塞 紧了紧衣服 低下了头 往一处僻静的小路走去 这里不错 环境优雅 闲人免禁 最重要的是 旁边就一个派出所的前门 如果有意外 随时可以往里边跑啊 四处寻找了一圈 范畴皱从地上捡起了一根黑色的木棍 颠了一连 分量还不错 挺结实的 最主要的是 前边还有个尖 这样就是可杂可劈可刺 旁边那个枝崖呢 还能锁人兵器 端的是一件好武器 范畴皱顿时心里有了底了 他宁神静气走到了路口 旁边昏黄的路灯在地上投出了一圈光晕 他就站在那光晕的旁边 突然伸出了木棍 飞快在地上画了一个圆圈 他手提着木棍 阴着个脸缓缓的蹲了声 向着对着空气 沉声说着 钱已经到了啊 我要都该给我了吧 钱已经给你烧了啊 周围寂静无声 根本没有人应答 范畴却也不在意 他先是环视四周 像是在观察有没有异常情况 然后迅速把怀中揣着的十亿巨款 丢进了圆圈中 紧接着缓缓掏出了一个一次性打火机 一点微弱的火苗在夜空中点亮 映着范畴那张像是没睡醒的脸 再加上布满血丝的双眼 乱碰碰的头发 活脱脱就一个午夜兄灵啊 他有些紧张的盯着手中的打火机 忽然一甩手丢进了十亿巨款之中 那十亿元顿时就陷入了火海 范畴却像视若不见一般毫不动肿 熊熊的火光中 他的面容更加的猙獰可怖 随手拎起那根木棍 缓缓开始在火堆之中翻动起来 似乎要让那火烧的更猛烈一些 他到底在做什么呢 他到底在做一笔什么样的交易呢 巨款渐渐的化为了灰烬 火光暗淡了下去 范畴的目光却亮了起来 口中轻轻的低难 钱给你了 你收了钱你别再缠着我了 他的话音刚落 那火堆灰激冲忽然就卷起了一阵旋风 带起了无数的火星子和指挥 扬得是漫天皆是 范畴瞪大了眼睛自言自语道 哎是你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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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回答他的却是一声叉了音的叫骂 操 烧纸都烧到派出所门前了 文明扫墓懂不懂啊 七月十五你有特权啊 你以为你这是阎王爷小舅子啊 啊 范畴瞪蹭的一下就站起来 不屑冷哼的一声 一百手中兵器直接扔出了老远 转身撒腿就跑啊 后边追出一个老头边跑边喊 回来把地给我扫干净了 然而谁都没想到 此时那旋风已经停了下来 漫天的指挥也撒遍落地 一个虚影却在这时出现在火堆旁边 手里抓着一打子钱张牙舞咋的叫喊道 打劫 打 人呢 人怎么没了你 那范畴上气不接下气的一路跑回的家呀 总算是甩掉那个 闲出屁来的派出所的打精老头了 他懊恼的爹坐在一块 一块五二斤买回来的沙发上 不住的悠闲 眼神却一个劲的往屋里边瞅啊 哎呀 他应该已经收到钱了吧 但愿以后别再缠着我了 哎 可惜最后没烧干净 就让那个老头给搅和了 也不知道管不管用 明天再去让那锅瘸子给我算算 范畴 今年二十五岁 单身 有些慵懒 有些懒散 不修蝙蝠 很少出门 也没啥大的追求 符合宅男屌丝的基本特征 他住在一处独门独院的三居室 貌似很阔气 其实他全部财产 除了这套父母留下来的房子 最值钱的 也就是那台大学时代买的老式电脑了 这电脑早已经成为了范畴生命的一部分 永远不可分割 因为范畴是一个网络的小说作者 按他的说法 咱也是一个技术型的宅男 这在他的QQ签名上就能体现出来 他给自己设计的签名是 专业枪手 多年网文经验 可续写 可玄幻 会历史 会军事 会嗨文 有一辙 可加Q详谈 其实这只是个副业 范畴真正的身份 是一个灵异杂志社的写手 也就是靠给人家写短篇鬼故事谋生的 属于那种一到后半夜就有灵感的主 但是天分有限 写的稿子总是被毙 收入一直很惨 所以不得不去做枪手给人代写 不过最近范畴一个活都没接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 完全就是因为他 他不是人 他真不是人 太不是人了 就在前几天 范畴刚去银行 支取了自己上个月一千两百块钱的稿费 本想好家好好回家的靠了靠了自己 结果当天晚上 刚拎着一包花生米俩猪蹄子回家 就看到自己的破沙发上 虚卷着一个满身白衣服的古装女子 当时范畴就第一个反应 小龙女穿越到现实社会了 我这个题材写过了 不过他很快就放弃了这个扯淡的猜测 心想难道是某女演员抗拒潜规则从片场逃出了 还是某动漫展跑出来的失欲少女 又或者是自己的粉丝特意装扮成自己小说里反穿越的小龙女 来自己家主主动献身 啊不对 那是代写的呀 压根没人知道真正的作者是谁 再说了 他又没钥匙他那么怎么进来的呀 最后范畴决定把他叫醒了 捏手捏脚走了过去 却又捏手捏脚的走了回来 脸色煞白的开门就要跑啊 因为他刚走过去就看见 那古装女子的裙子下边空荡荡的没有脚 这也就是他呀 天天后半夜坐在无人的房间写鬼故事 炼出来的强悍神经啊 换个人恐怕直接就翻眼珠子了 不过范畴却没有跑掉 他刚打开门 眼前一花 那女子就出现在了眼前 楚楚可怜的看着他 那模样好像还挺好看的 当然了 如果不是那条伸出了半尺多长的红舌头 影响了整体效果 还是挺好的 范畴撕心裂肺的喊了一声 鬼啊 他那根强悍的神经 嘎嘎一下就断了 俩眼珠子一翻 晕过去了 从那以后呢 范畴的噩梦生活就开始了 貌似那个女鬼啊 似乎把他看上范畴了 就待在他家里不走了 范畴啊 口口声声的 鬼奶奶呀 怎么要求也没用 哀求也不行 不过倒也不吓唬他 舌头也缩回去了 天天就看着他马子 看着他吃饭 看着他睡觉 看着他上厕所 搞得他想看个爱情动作片的 放松放松精神都不敢了 那范畴有点小崩溃了 写灵一小说的时候 身边老站个女鬼 这玩意谁受得了啊 结果憋了七天就写六个字 但这也不能怪他胆小 这玩意太他妈重口味了 不过呢 范畴到底是写灵一小说的 想着想着忽然就来到了一个题材了 我的女友是女鬼 哎呀呀呀呀 这个不是个故事片 这是纪录片啊 虽然说跟女友扯不上边 但是可以艺术加工嘛 比如这范畴打算的将计就计 正信心满满的准备构思呢 却在一天夜里啊 发现那个女鬼竟然挤到他床上睡觉来了 甚至还在半夜里偷偷的抚摸自己 那感觉卧槽 特别的酸爽 这回好像不用艺术加工了 不过范畴也终于他妈崩溃了 他去天桥底下 找那个常年在那摆摊算命的锅瘸子 花五块钱买了个主意 然后回家就跟那女鬼谈判 直接就问他 要什么条件才能离开我呢 这个感觉就跟那个大款呢 玩腻了甩了二奶似的 范畴狠狠狠的想着 女鬼呢 却从始至终都不吭声 只是摇头 范畴就发狠了 自己开始开价了 从一千万开始 五千万 一个亿 两个亿 五个亿 一直加到了十个亿 那个女鬼才终于黯然隐退在了黑暗之中 范畴心里这个酸爽啊 就好像真的砸了十个亿似的 于是乎 他就在这天晚上 带着十亿元的名币 来到了十字路口 烧给了那个女鬼 而且在跑回家后 还真就没再见到那个女鬼了 似乎是管用了 不过他心里一直犯嘀咕 这钱的女鬼收没收着啊 明天再去让郭爵子看看吗 不行再请几道服务杀的回来 这一天 范畴完了玩的半宿的手机游戏 然后翻身睡觉 结果还真就睡了个踏实觉 半夜也没有女鬼来调戏他了 他连做梦都乐出声了 看来这次那女鬼是真走了 谁知道呢 就在他睡到后半夜两点多的时候 忽然一阵刺骨的寒意袭遍了全身 让他机灵一下子就醒了过来 猛的翻身爬了起来 一揉眼睛的面前赫然站着一个黑影 卧槽你有完没完啊 你是花植吗你 你上辈子没见过老爷们吗 你这个女色鬼 我钱都给你了 人你还不放我 你想咋的 范畴彻底下激眼了 向那个黑影叫嚣着 不过那个黑影却没反应 像是在那里翻找着什么东西 范畴愣了 忽然就反应过来了 这他妈不是那个女鬼 这分明是个小偷嘛 哎 兄弟 兄弟 别找了 在这屋我都找不着钱 就别说你了 范畴也是个穷胆大的 反正兜里没钱 一身轻松 自己吃饱了 全家不饿 小偷有什么可怕的 他要钱就不会来偷了 天下穷人是一家嘛 不过那个人却没什么反应 好像对着桌子在发呆 范畴不耐烦了 摸了摸身边什么都没有 干脆就抄起自己那个通常都用来砸核桃的山寨大苹果 顺手就砸了过去 可是那手机在黑暗的屋子里滑出了一道弧线 直接就掉地上了 注意啊 是穿过那道黑影在掉在地上的 范畴倒吸一口凉气 连啊了四五声 乖乖 这他妈又是一个非人类 难道写灵异的就照这玩意儿吗 让他意外的是啊 那个黑影却像不在意的看了他一眼 随手把地上的手机捡了起来 嘀咕道 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呢 范畴有点懵了 他忙不迭的打开了灯 顿时屋子里一片通明 再看地上 果然站着一个大约三十左右岁的男人 穿着一件老式的夹克衫 阴沉着脸 似乎很不高兴的盯着自己 你 你是谁啊 饭口秃 饭愁是脱口轻呼 这到底是人是鬼啊 没想到那个男人竟然回答了他这个问题 我还是爷王爷的小舅子 好了 以上就是我给大家播讲的 都是地府惹的祸的第一章 感谢大家的收听 感谢大家的收听 感谢大家的收听